是擔心到說我們這個 一道交通部的資料顯示 土地的取得是29.8、89億 擔心到說市府已經超過當初財務規劃 市府要再經過中央的一個審定 這個部分 那我們的回應是說 其實我們相關的修正財務計劃修 修正的報復我們都已經送行政院去審定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已經有去配合到 考驗到這個部分 那再針對 編號12層 陳情人 也是一樣說是 還是要重新評估這個 捷運的財務計劃跟服務人口的經濟效益 這個部分 那我們還是說明說本路線其實是已經經過 我們的中央都已經審了通通通過了 當然是有它正面的效益 所以來辦理這個相關的一個 後面的一個工程 那第13號編號是擔心說 結山用地緊淋山坡地會不會有造成一些土石 土石崩攤是不是將來做環境的評估 當然其他部分是說這個區域的土石館不夠 等等 這部分來講 我們那個回應來講這個 我們的也已經都通過我們的環境 環評也都通通過了 這個部分是 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將來在廣時這一塊來講其實本身還是有社務中心在這個地方 所以至於說這個地區性的土石館活動的大陸來講 據我們的了解目前現在在做的社務中心 也是已經有考慮到這個部分的提供了 第24號是希望我們能夠盡快地做這個工程 當然我們就謝謝他這個支持 然後第15案就是剛剛所提到 這R04的南側 因為我們要用最小方式來做辦理的時候 以至於照顧他從火溶地變成徵收 他還曾經反對他 還是認為說要辦理土地台 那在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我們的一個 一個結論部分來講 也已經參採這樣的一切 回顧到原案的投資辦理變更 那當然在第16號編號呢 當然希望說我們整個的一個都市計劃呢 能夠是以商山的方式來來辦理 其實主要就是說希望還是增加提高的融入基礎部分 我想這個說明我們剛剛在會議上已經有強調過 說我們說目前還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出貨 第17案是 第17案是R04的結合部分呢 是認為說分配的這個 這個比例的 比例的部分呢 並不是很公平啦 所以他們還是反對 土地開開發的部分 甚至於說是車站是不是也距離也太近了 那當然我們這個 其實也說明過說 其實我們的任何的 任何的承諾部分來講呢 在目前都是假設值而已 所以還是要回憂到市場的機制來 所以針對 他們認為說 暴宅有不死的地方 其實我們也 都有多次曾經跟說說 那陳情仁 17之1的編號呢 是跟 同編號2跟991的延期意見 也是回憶是一樣 那至於說 陳情仁18號 林復美小姐 是針對也是R04難測出口的用地 堅決反對用徵收的部分 我們也已經在前面第15項說明了 那這是部分屬於主要計劃的部分 在針對西部計劃案的部分 第一個提案 是針對 整個的這個 它本身是R03南側捷捷山基地 是針對它的邊邊 它如果是角角地的話 平數 是不是會有 會有 補償會不會有比較 邊間 比較合理的補償 補償辦法 那甚至於我們在將來的這個 開發完成後 能不能規劃小平數的 的這種 的 的單元能夠讓他們直接將來的 的 現有的住戶能夠比較 可以分配回去 甚至不用太多的錢來去做 補償 那這部分來來講呢 捷運工程的拆遷呢 當然首先我們拆遷補償會來講的部分 還是依照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相關的 相關規定來辦 補償 那至於產品的形式 規模呢 還是要投資人進場以後呢 在於當時 市場的一個經濟效益呢 他來決定 產品的定位 以及螺程數 那當然 我們後續來講 我們也會有個機制 會 投資人也會尊重地主 對建物的需求 來做配合 那當然第二項呢 第二層的意見是他們 R03難測 因為他目前是在邊間的營業使用 希望將來改建後呢 優先來分配 原來相對的一個 相對的位置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 其實我們都還是 有在說明會上 都有 跟民眾做說明 這個 所謂 借借時 還是要依 吐開辦法優惠 第九條規定 有優先成功於承州負責 除依第五條 第一款 進行辦理外 對於樓層區位選擇 相同的時候呢 還是要以抽籤方式來決定 請 至於第八條三 真理長 陳 陳陳琴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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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這邊他有針對這個R03結森這個基地 其實他中規幾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這個開發案 究竟是台北政府的主辦單位是誰 然後他是 我們是依據什麼法令來辦理開發 那應該是說 那他也針對這個東西 本案市委決定的供購或分購 或是針對說這整個容積後續 怎麼去分配的相關法令條文 是怎麼來處理的 然後他還有建議一個是說 要求事項是說 要回歸原結論暫體 應於廣時博案院內之設計 他有提出這一個意見 然後同樣他也提出來 有部分就是說 有關容積率的部分 那是不是容積率的部分 是可以把它依法編更為商業區 將容積率調整 那所以我們針對他這個政令長 這些意見我們做了回復 其實聯合開發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我們回復的部分 其實我們最主要都是 依照當中的檢驗法 主態辦法 還有他的協議價格又會辦法相關法令的規定去辦理 所以之前其實我們土開的基地已經很多了 這個應該不是第一個案子 所以我們還是會遵循以前的法令 去做我們的土地開發 那針對這個暫體部分 他講說要有部分移到廣時博案院去設置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這邊有已經回答 就是說我們的部分其實 該要放在檢驗就是廣時博案院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已經有部分的那個是放在樞米 在這段空間了 但是那個南側這個出入口應該設置的這個部分 原則上我們這邊還是有需要該要設置在南側的這個土開基地裡面 那針對這個 他也有特別講到就是說 有關這個容積率是不是要比照桑山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應該是講 我們自之中在說明會也是有 還有這個都有跟民眾說明過 桑山的部分 應該是說使用強度的部分是 你們那個解釋 我當然不是依據你們現在的法令 那其實 嚴格說起來 以我們現在台北市 以前學術界上所共同建構的一個價值 所謂TOT的概念 你說改為桑山但容積不變 我想原來那個規定不是非常適當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法令意見 其實有時候該改的時候就要改 你該桑山該死 因為它的功能提高了 將來整個都市裡面的債結構 我們捷運現在這個台北市建這麼多 這個不是說不能改 而是說我們現在是法令 法令是這樣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另案以後要做的這個研究 所以我剛剛講說 除了個案裡面的回應以外 將來比如說這個只是四個點 一個RO4 那上面一個 那南邊一個 RO3 共同歸納的問題是什麼 那你這個個別談 就是只是建樹不建立 你還要把它歸納 就是說這整個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經驗 還可以帶到以後 有一些地方 我們現在法令上沒有辦法解決的 以後我們建議 根本結構性的法令應該怎麼變 那是以後的事情 那你不能說都是推分 永遠沒有辦法進步 所以我跟捷運幾個 做這樣的建議 我們現在遭遇的這個問題很多 幾個專家學者都一直在建議 在倡導這個TOD的觀念 那你們一次知道就是那裡擋住 我們捷運這麼多 對台北市是一個革命性的 你看台灣的高鐵 對台灣的空間是一個再結構 捷運對台北市一個再結構 那你始終還是暗地不動 那你怎麼進步呢 台北市怎麼進步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轉化 過去很多委員都建議說 你這個改變你還可以回饋 就是回收很多的這個開花的利益 就是這樣 就現在我們的法令不是很完備 所以我們有時候 你現在沒有辦法做到的 以後就是通案怎麼樣子 建議以後 通案來檢討來處理 甚至修訂法令 我想這個希望能夠有附帶 把它紀錄上 我們這個學者看的都比較 比較未來導向 不是說現在連法令怎麼規定 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好不好 謝謝